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订阅、赞和分享这条片 谢谢你 今集想跟大家讲的一本说 叫做The Intelligent Trap 作者是David Robson 我以前一直有一个迷思 就是为什么那些很厉害 看上来很聪明的人 他们会相信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像是汤告老师 看上来这么 smart 他相信生达机 也就是科学教 在2012年的时候 有一出纪录片 就叫做The Master 世纪教主 这出纪录片就很完整地 讲究竟生达机是什么 这个生达机就专门吸纳一些 有钱有身份的人作为他的会员 你要不停地去捐献 课金去胜利 生达机宣称自己是一个科学团体 但究竟他们是相信什么 从来都没有跟教众讲清楚 只有你去到极高的level 比起极高极昂贵的资金的时候 他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但我知道这个秘密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秘密 难道我课金课了很多钱又告诉你吗? 让我将汤告老师都不知道的秘密告诉大家 大概在7500万年前 由76粒行星所组成的星系联盟统治者 他利用类似DC8噴射机的太空船 将数十亿治下的子民送到地球 这些人就被安置在地球的火山附近 然后被引爆的轻弹杀死 之后这些人的灵魂就寄贵在后来的地球人的身体里面 为现代人带来巨大的精神伤害和不幸 所以人类才会患有各种各样的疾病 心才会整天都觉得不开心 地球之所以是一个忧伤的星球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为他们祈祷了 我们将我们内心的这些碎片都拿出来 好好地安抚我们的心灵 一起回家 回到第五围道 我们一定要重建星系联盟去打败斯努 各位地球的星祭种子 努力啊 努力啊 我们要打败斯努 不好意思 激动得太有点走音 这些问题 可以由我们山达基的听识法来治疗 哇 课金放了几亿 听到的这个终极故事 是不是觉得好正啊你们 不就超爽赤啦 一个这么无契的故事都骗到你们这些傻子 活该你们被骗啦 其实山达基的创始人 本身就是一个失意的科华小说作家 虽然他已经死了 但是呢 山达基依然是有教主的 亦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宗教 不是 慈善团体之一来的 这十几年以来 他们的行事已经越来越低调 但是一个年隔离家一个阿婆 都不会相信的故事 竟然成为了无数的社会名流 无数的科学家 专业人士 无数正商界 演艺界出名的人士 他们吹之若慕 甚至乎是勇于献身的一个信仰 那你可能会怀疑 哎呀 汤告老师没有读过书 很小时就出来拍戏了 当然会被人欺骗啦 好 那我们又说一下 Arthur Conan Doyle 也就是写著名的 魔术师是朋友 他们因为参加了一场 钢神会 最后两个人反了面 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 也就是一九二几年左右 招魂术在英国的上流社会 又或者精英群体里面 十分之受欢迎 夹啊夹啊 直接夹啊夹啊 忏不忏 上我身吧 陈老B 嗤嗤嗤 大家好 我是陈老B 好多谢陈老师的邀请我上他的身 接下来由我陈老B 继续讲这个故事 话说在当时的伦敦 大家都很喜欢参加这些钢神会 阿南道尔亦是一个坚定信徒 他一个星期会参加五六次这些gathering 他甚至乎还娶了一个灵媒 为他老婆 灵媒的名字叫Jane 而阿南道尔的朋友 魔术师胡迪尼 就是一个怀疑论者 有一天 阿南道尔就带了胡迪尼 去看他最喜欢的那个灵媒表演 这个灵媒声称自己能够通过咀 和自己的阴道来引导灵气 但因为胡迪尼他本身是一个魔术师 所以看他表演了一阵 就知道他只不过是用了一些 很简单的舞台戏法 例如说在库朗里点香 噴点烟出来 又在头顶里点香 噴点烟出来等等 胡迪尼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 而阿南道尔就信到十足十 又有一次 阿南道尔简直是带胡迪尼来 去看他老婆阿Jane的表演 他们的表演场地 是一间很大的酒店 拉上窗帘 阿Jane就神情呆滞地坐在这里 手里握着玄笔 有一大群人就坐在这里见证神迹 过了一阵 就好像有点阴风吹起来 然后阿Jane就一直拍摄桌子 听说这个就是灵魂降临的信号 阿Jane就一直震 一直在问那个灵魂 你信不信上帝呀 而那个上了阿Jane身体的灵魂 就开始拿着玄笔 不停在一张纸上画着字架 阿Jane又继续问 你...你...你...你是谁啊 她说她是阿南道尔的妈妈 也就是阿Jane的奶奶 阿仔 三宝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想联系你们 我迟了好多次 但是一直 你们都不肯听电话 我现在真的很开心啊 因为 各位 我终于见回你了 阿仔 阿仔 我在楼下给些油炸的时候 经常都有看你烧给我的小说 福尔摩斯真的写得很好啊 在座的各位Gentlemen 好多谢你们啊 我真的很充心地多谢你们 如果不是你们给能量我 你们的内心回应我 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联系 我的媳妇和我的宅子 上帝保佑你们 保佑大家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搖扬了一大轮之后 阿Jane的老公阿南道尔 看到一场表演之后 拍烂手掌 简直信到十足十 而刚刚相反 阿南道尔的朋友 摩术师胡迪尼 就用一系列的问题 拆穿了这场活动 胡迪尼问 阿伯母 你是犹太人 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阿伯母 你明明是一个匈牙利人 为什么你的英文说得这么标准 据我所知 你从来都没学过英文 胡迪尼问了很多问题 甚至在离开之后 还在纽约太阳报发表文章 写下自己对这场通灵会的质疑 阿南道尔的好生气 他亦发表文章 与胡迪尼争论 他们从此反面 这场争拗一直没停过 直到四年之后 这位著名魔术师胡迪尼过身为止 这个故事就说完了 我亦是时候离开陈老师的身体 交回给你一下陈老师 嗤嗤嗤嗤嗤嗤嗤 各位我回来了 好多谢陈老B的讲解 我们一起来看看 阿南道尔和胡迪尼的背景 阿南道尔是一个内科医生 亦都是小说作家 他写的侦探小说里面 究竟有多么精彩 里面的逻辑有多么严密 我相信不需要我来告诉大家 无论是理性还是critical thinking 都应该是阿南道尔 会比胡迪尼更加优胜 而胡迪尼本身是一个匈牙利的移民 12岁的时候就已经没读书了 如果论知识 论推理能力 论批判识思考 胡迪尼一定不会有阿南道尔 这么聪明 但事实胜于红辩 一个12岁就没读书的 莫术师 比一个本来应该最理性 读得更多书的知名人士 反而显得更有智慧 可能阿南道尔都是被他老婆Jane欺骗 阿南道尔的低能真的没那么简单 他在和胡迪尼反面之前 亦是1917年 亦曾经被两个妹妹弄估过 当时有一个16岁的女孩叫做莱特 和一个9岁的女孩格里菲斯 他们两个声称 拍到有一帮仙女 在西若克郡的阿廷勒旁边的一条小溪 在玩水的照片 因为当时我都说了 英国是风行通灵术这一件事 就像现在很多人都会去电视台说鬼故 什么人都声称自己见到鬼 当然我都说了很多年鬼故 我是相信有鬼存在的 但很多人说的鬼故 是完全没有逻辑的 其实如果你有点理智的话 你很容易可以判断一个人 究竟是否在说大话 又或者这个鬼故的可信程度有多高 我当然不是否定这两个女孩 一定是说大话 他们一定是见不到仙女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最关键的问题是 这两个女孩 最后是承认自己是说大话 有些阴谋论人们说 她肯定是被逼才说自己是说大话 其实他们真的见到仙女 是的 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 你就真的跟阿南道尔一样 这两个女孩 将她们声称自己拍的照片 交给当地的通灵协会 阿南道尔也是一个知名的人士 这张照片最后也转转到她手上 其实年中也有不少白状的人 拿这些照片去通灵协会 就好像七八十年代 每个人都说 哎呦 拍到UFO啊 其实模式是一样的 只不过以前未有UFO 就是说人们没有拍到仙女 绝大部分的人见到这张照片 都是保持高度的怀疑态度 但阿南道尔就信到十足十 甚至乎特意去写文章 用逻辑和推理分析 帮这两个女孩辩活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张照片 其实就是在不同的照片里 剪剪贴贴 接着拼在一起 甚至还有人可以找到这张照片的出处 其实是收录在一本杂志里面 这本杂志的前面那几页 甚至乎还印上阿南道尔的作品 阿南道尔不单忽忽略显移意见的证据 例如说那些剪剪贴贴的痕迹 阿南道尔说 那些并不是剪贴的痕迹 它是一个精灵的肚瓷 这就是证明那帮仙女在他们妈妈的子宫里面的时候 是有瓷带连着他们的母体 这些仙女跟我们人类的构造是一样的 在我研究的电磁波的理论里面 亦都证明了这一件事 那帮仙女是能够发出更短 或者更长的震动的物质所构成的 只有那些小朋友或者少数的人类可以见到他们 我们见不到他们是因为我们的波长和他们的波长不同 这个故事真是讽刺不得了 阿南道尔用他的聪明才智 反驳了所有反对这两个女生的论调 但同一时间也用自己的聪明打败了自己 最后甚至乎这两个女生自己都承认 只不过这一场是一个恶作剧 但想不到真的会有大人相信自己 甚至乎还帮自己辩解 就算这两个女生这样说 阿南道尔仍然坚信那两个女生是真的见到仙女 可能是基于压力才会这样跟公众说 才会将自己的亲眼所见 歪曲成为恶作剧 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关于世界末日的理论 无论是1999年 2012年 还是很多不同宗教的末世论 其实按道理 去到1999年或2012年 他没有世界末日 你应该不会再相信他才是 但事实上 世界末日没有降临 反而会令那些信徒更加相信这种信仰 是我们仁慈的主救了我们 是我们的大师救了我们 我们的教主真是伟大 他改变了时间的走向 我们不用死了 我们很感恩 阿南道尔并不是唯一一个人 有大量的知名人士 知名的学者 知名的科学家 在他们身上都出现过 与阿南道尔类类似的现象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这些聪明的人 他们会犯这些低级错误 会犯一些连普通人都不会犯的错误 究竟在哪里出现了问题 这本书日作者David Robson 就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因为伴随着一个人 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我们虽然会变得更加聪明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会更加容易陷入各种的智力陷阱里面 说明这些叫做智力陷阱 那就是说 并不是因为知识水平太低 反而是因为你的知识水平太高 它是思维能力发展的一个副产品 就是好像陈老师这些懒不是聪明的人 也有可能会陷入某些思维陷阱里面 只不过现在你并没有发现 如果某一天陈老师说 他相信自己是一个蓝血人 他有两只尖牙 他是一个vampire 那你真的不要觉得奇怪 讲开讲 我有一只苦牙凸出来的 总之那只牙生不齐 突然间在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位置凸出来 我笑的时候就会有一只苦牙 尖尖的牙凸出来 有一天我女儿就问我 为什么爸爸你有一只这样的牙 我跟她说 噓 不要跟其他人说 爸爸其实是vampire 你和爷爷和你阿嬷都不知道 你和我的女儿 所以你也是vampire 不过你的牙还未生出来的 你大过一点 你的牙就会生的了 你的同学和你的miss都不可以说的 这是我们家族的秘密 你一和他们说 他们就会来抓我们的了 到目前为止 我女儿都是深信不疑 我甚至乎还买了一盆那些 僵尸牙 你一笑就会有两只牙 慢慢地伸出来 前陌生日就很流行 我再一步去印证 还有去加 去强化 我女儿认为我是vampire 这个事实 当然这件事和一本书无关 讲开讲给大家听 讲回正题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 有可能会陷入什么智力陷阱里面 包括我自己 我平时都一副 好像世事都被你看透的模样 好像很多东西都很聪明 但大家都知道 几年前 我是甚至乎中了庞氏骗局 被骗了钱 其实整件事就和JPEG 被骗的方式是一样的 JPEG 这些东西 我们局外人看 哎 傻子才会相信 但对了 好像陈老师这些自认为聪明的人 我都试过 那我又有什么资格去笑人 去笑安南道尔 所以我是很应该去看这本书 当然大家亦都一样 我们要了解 究竟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智力陷阱 是容易中伏的 虽然就算我们知道 也都难逃中伏的可能 不过知道好过不知道 是吧 智力陷阱通常是由一些 有缺陷的思维习惯所导致 而这些有缺陷的思维习惯 往往是会伴随着更高的智商 更好的教育 还有更专业的知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的大佬就好像一部车的 引擎 更高的智商就相当于 你有一个更高级的引擎 你读很多书 学很多东西 经历过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断地 在那里 有没有反应的 或者连驱转带也没有 转带的时候 转带是可以脱出这个 那么一个很高级的引擎 就会变成了一个 trublemaker 在错误的道路上 我们甚至乎连停都停不了 你个引擎越漂亮 你可能就会越危险 波南道尔就是一个典型 陷入了思维陷阱的例子 一个人的智力水平 其实是多围导的 我们之前在 《多元智能》的節目中也提过 常见的IQ测试只能测试一个人的逻辑数学智能、视觉空间智能和语言智能 而跳舞很厉害、肢体动作很优美的肢体动革智能 绝对音感、很会唱歌、很会欣赏艺术的音乐智能 人际关系智能、自然智能、内省智能和生命智能 一般的IQ测试是无可能可以测试到的 我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数学智能不高分的人 所以我读书永远都拿不到第一 但其他比主流的价值认为无谓的东西 我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 对不起,兜了这么大圈,又是赞自己 我想大家都习惯了 这本书的观点和《多元智能》是一致的 一个人的IQ水平并不可以代表一个人完整的智力水平 所谓的智商测试只可以评估一个人 他在某一段时间内大脑的能力水平 他并无法反映一个人一生的智力水平 也无法涵盖整个大脑全部的智力价值 在我们主流的价值中 通常认为IQ高的人就是天才 读书厉害的人就是天资嬌子 我绝对不是否定读书的人 我自己也是一个读书人 但我不喜欢精英文化和天才文化 这些所谓的精英文化就是我在隔离channel 亦即是法律channel中所提到的多数人的暴政 其他少数的天才就会被强大的系统所淘汰 他们甚至乎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 所谓的IQ测试 就是可以测试到一个人大脑学习的能力 处理复杂讯息的能力和基础的智力水平 但他并无法测试到一个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而我以前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作为一个身份 我们要为公司去解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很多人其实读书并不聪明 但他们很聪明 那种所谓的聪明就是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们会用一些你想不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哪怕那些问题是很市井的方式 很跳出框框的方式 但我很欣赏 为什么他们可以想到这些方法 而我想不到 这本书也有相同的观点 决定一个人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 不可以只是依赖某一项智力水平 也要考虑这个人的EQ 对抗逆境的能力 财务能力 创造力等等不同的范畴 总体来说 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一个聪明人 主要是取决三个维度的智力 第一个维度是分析性智力 第二个维度是创造性智力 第三个维度是实践性智力 这三个维度的智力缺一不可 缺少某一样 都极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 很多我们认为聪明的人 他们会犯一些低级错误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他们并不是三个维度的智力都那么聪明 他们只是某一个维度的智力比较突出 而且为公众所熟知 但另外那两部分的智力 可能是处于一个相当之低階的水平 一个科学家可能不够一个卖臭豆腐的阿叔 在生活智慧或者财务上那么聪明 而这些生活智慧和财务能力 就是一个人的实践能力 而同一道理那个卖臭豆腐的阿叔 可能会相信一些阴谋论 相信一些伪科学 而那个科学家因为自己的分析性智力 而不会陷入这些误区 但在我们主流的价值中 我们只是会认为那个科学家是聪明人 那个卖臭豆腐的阿叔不是 但其实他们两个都不够聪明 因为他们并不是三种智力都具备 所以他们会犯低级错误 是一点都不出奇的 所谓的分析性智力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IQ 你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讯息得出一些结论 你是不是擅长分析和逻辑推理 而创造性智力就是衡量一个人对科学研究 影视制作和艺术设计这些方面的能力 而实践性智力就反映一个人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最难测量的智力水平 你很难可以找到一个标准去说这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高不高 实践性智力含有大量的隐性知识 他要求一个人能够为一些未曾遇到过的问题 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 并且真的将它实现出来 所以成功的关键要素并不是说你有条桥就行 而是你要将一个想法变成实际发生的事 将它变成现实 所以如果你一间公司里面只是请那些IQ高的人 那就死定了 你一定要请这三种智力水平都在线的人才行 然后给他们各司奇迹 有智力不代表有智慧 在街边买臭豆腐的阿叔 可能智力水平不够你高 但他的智慧可能高过你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每一个做自媒体成功的人 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你以为他只懂剪片? 你看到的这条片其实是一个综合能力 编剧写稿的能力 美术的能力 讲故事的能力 艺术触觉 幽默的能力 懂得心理学 知道说些什么可以触动人心 销售的能力 marketing的能力 他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他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验 他是一个多维度的智力集合 我绝对不是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 我肯定不是最好的一个 我肯定有很多地方是不足的 肯定不够人聪明的 要不然 你不会见到我现在只有这么少的subscriber 起码在视角上 剪接上 这个channel就是一大败笔 等我去到10万subscriber的时候 请个人过来剪片 这条片的质素就会有明显的提升 但你说感染力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你说 陈奥斯你这个人有什么能力 讲书我都会讲 读稿我都会读 你录了什么小说 看着稿来读 我不懂吗 为什么我要给钱听你去讲小说 为什么你常常不update你的节目 常常都断 你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的 我们给钱听的 你说不录就不录 虽然这样说会得罪人 但我真的常常都想说 喂,那么能力,你来吧 其实他真的没有你想像之中那么简单 你看到我现在还在做节目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死症种 我已经是在众多放弃了的人里面 在他们的尸体上走过来的 还没放弃的人 你以为这些数字 真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吗 可能有些人 大家看起来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不会觉得每一个成功的人 他是容易的 他一定有比我更加好的地方 他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如果不是,他的成绩不会好过我 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都很尊重我的竞争对手的一个原因 人家的成功不是偶然 就算他看起来是偶然也好 他都不是偶然 所以如果我们涉猎的知识不够广 我们的智力分布是只是偏向于某一个部分 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到我们的智力发展不均衡 最终可能会形成某一种智力缺行 你想想如果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如果他在内省智能 又或者是情感 情商方面的智力比较差的话 他就极有可能会淋老入花虫 又或者是因为衰色色而搞到身败名裂 就好像某某在旅行的时候 跌断条肋骨的汤姓大律师 是这几年所做的事 和我在十几年在电视上见到的他所说的事 完全好像变了另一个人 都不知道搞什么春丽 说句操俗一点的说话 做政治的人一定要管好你自己的嘴嘴 如果不是多聪明 都是双层如柳包 多了鱼 而另一方面 所谓的聪明人 是更容易陷入confirmation bias 也就是之前我们说过的 确认偏误 或者是认知偏误 什么是确认偏误呢 就是一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 会自动收集一切有利的证据 来支持自己的假设和想法 并且会自动忽略那些不利和矛盾的资讯 用片面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念头 另一种现象就叫做确认性偏误 一个人聪明 他的智力基础比较高 但并不代表他们不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 一个人的理性程度和他的基础智力 不相差 就像刚才所举的例子 一个智力水平高的人 同样可能会面临财务危机 也更容易陷入财务绝境 我这么聪明 买股票赚硬啦 我这么聪明 做生意一定比你聪明啦 但事实证明 在街边买臭豆腐的大叔 生意头脑一定比你好 认知能力越高的人 越会倾向去优先寻找那些 能够强化自己观点的讯息 忽视和自己不同的观点 诶诚老师你真是不要碰那些 你真是不要投资那些 死定了 他是一个骗局来的 回报不可能会多过14% 多过14%的全部都是骗局来的 这件事已经一而再再而三 这样被证明了 你要信我呀 嘿 你说的这些我也知道啊 但我是Smart的嘛 我吃老的嘛 我怎会那么容易被他骗到啊 我会可以及时抽身的啦 你放心我一定收拾几亿才走的 我一定可以全身而退的 我明知他是个骗局 我也是要把他骗到 我就要证明我自己比他聪明 他有什么来可以玩得赢我啊 最后陈老师就破产了 就有一个数据表明 分析能力越强的人 越容易去编造数据 有一个实验是针对一班医生做的 就给了一堆病人的数据他们看 叫他们分析一下这个病人究竟是什么病 还有究竟有些什么治疗的方案 就是那些资历比较深的医生 当然分析能力就要比那些刚刚入行的医生要高得多 他们所答出来的准确性是会比较高的 但是如果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实验的方向 叫他们用他们现在手上的数据 去分析一些和他们的观点有关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所分析出来的结果 甚至乎比那些刚刚入行的医生还要差 这个实验就证明观点是会干扰一个人的客观分析数据的能力 这一件事是相当之危险的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经验又或者是他的分析的能力越强 那么他合理化自己的错误的观点的能力也会越强 用片面的证据来去支持自己的念头 这个点就告诉我们人是不可以过于自信的 因为我们有时是会将自己目前的认知水平和以往的最高的认知水平搞乱 当我们的专业水平受到质疑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是会更加倾向暖鼓或是夸大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像这个channel那样 我之前经常说身心灵的东西 有很多朋友仔有时会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 其实我是涉猎过的 我是完全不是一个专家来的 所以很多问题其实我是不会回答的 我有很多次的冲动就是 我不如又或是沿着我现在的价值体系去猜出一个答案 这样看起身好像我会比较专业一点 而不是被人拆穿 你多是个门外看而已 你什么都不懂 但通常我最后的理性理智都会战胜自己 我不懂我就是不懂 我宁愿说自己不懂 都不想去老作一些东西出来去水大架 因为方言始终会有被揭穿的一天 我何必去担心这一天发生 不懂就不懂 不懂就很大不了 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知识 我有什么理由所有的知识都会懂 你说我其实是不是真的看了很多书 其实我不是真的看了很多书 我看着大部分的书 其实都是跟法律有关的书 而我现在所说的书 都是跟法律无关的书 那你怎么可以expect 我对世界上所有的知识 都是通晓的 我都是很聪明的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我看了一些书 可能我是今天看完 我明天跟你说的了 当然也有一些书 我是很久之前已经看过 现在再看一次 但是你说我对这本书的 那个投入的程度 和我对他的理解 是不是真的足够深入呢 我不敢说是 所以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我所说出来的东西 都是二手的知识对你来说 你是需要自己去看这本书 去得出你的结论 而不是相信我的说法 我亦都不止一次提醒大家 可能你现在见到的这个我 只不过是我 去人为的创造出来的 一个想让你见到的爱学 他未必真的是我 是不是 你不可以那么轻易 就相信我就是我 陈老师就是这个陈老师 是不是 你要带着怀疑的态度 去听我说的话 去听每一本书里面的结论 这个结果才是我想带给大家 我不是希望大家 越听越蠢 越听越相信我 而是你越听越聪明 越听越充满怀疑 如果有之一日你觉得我不再需要陈老师这个人 我觉得他说的都不外如是 我可以靠我自己去看书 我可以靠我自己去走我剩下的那段人生 那我觉得你才是真正听得明白我说的什么 虽然在数字上我好想subscribe的数量越来越多 但其实在内心里面 我是希望大家有之一日是可以离开这个channel 不过你离开的channel 你可以不取消订阅的嘛 是不是 你可以留一些数字在那嘛 但你不可以永远跟着一个人走 你最应该的是跟着你自己的内心的方向去走 这个才是我最希望大家做到的东西 不相信我才是我最希望你做的东西 一个人在他的那个领域里面浸淫的时间越长 他就会形成一套对他来说很高效的行为模式 但是这一套行为模式就会导致他们很难适应变法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在独视大狀里面 王子华他亲自展现在你眼前 那林良水大律师也就是王子华 在这套戏里面以前是一个裁判官 也是一个很出色的律师 他出回来执业之后 其实觉得打一些这么简单的案件 有什么理由会难倒自己的呢? 我在问证人口供的时候 用什么白纸黑字签名作实呢? 人家有头有面怎会说谎 怎会推翻自己的口供呢? 但作为新手的方家军大律师就觉得 你怎可以不叫他签名作实呢? 他是一个这么关键的证人 但如果他在庭上推翻自己的供词 那一场官司不用玩了 谁知道最后在庭上 证人真的推翻自己的供词 导致被告被判17年监 这些这样的情况 新手是基本上不会出现的 就像方家军大律师那样 他执业可能只有一两年 但他马上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如果这件事由他来做的话 他一定会要对方白纸黑字写清楚 到时如果当证人在庭上推翻自己当时的口供的时候 那你就有证据告诉他 你当时不是这样说的 你为什么现在改口供呢? 但因为你没有签名作实 你连将对方转为敌意证人的机会都没有 那这场官司就失败了 所以智力陷阱就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专家 也都需要用最谨慎的态度去面对日常的一些琐碎的事物 不是你经验丰富 不是你在这个行业内浸人得足够耐 你就一定不会出错 你很容易就会陷入这种自动驾驶模 好了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们通常会遇到三种智力陷阱 第一种智力陷阱 就是认为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的才能比较突出 他就一定在其他的方面都会很突出 例如说你可能会理所当然认为 爱因斯坦的财务能力一定会很强 但律师不会因为衰色而被人捉黄脚鸡 第二个智力陷阱就是确认偏误 一个人越聪明 他的分析能力越强 他们合理化自己错误的观点能力也会越强 所以聪明的人也需要更加警惕 避免自己变得固执己见 就是因为你分析能力太强太聪明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支持你观点的证据 但这些证据可能都是基于同温层效应 第三个智力陷阱就是专业人士 也都需要警惕自己的这种自动驾驶帽 在得出每一个结论的时候 也都要好像一个伸手那样 谨慎地去对待每一个客观的事实 一个最伟大的头脑 能够造就最伟大的美德 但同一时间也都能够造就最伟大的罪恶 相比起那些蠢蠢地 在条路上慢慢走的普通人 那些匆匆忙忙 但误入歧途的聪明人 对这个世界的破坏力更加之少 所以今期的节目 不单只是送给每一个普通人 亦都是送给每一个自认为自己聪明的人 每一个主要人士 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 我们一定要保持谦卑的态度 就算你把口十分之照直 好像我那样 但我们的内在都应该要保持谦卑 以及承认错误的勇气 好了 今集的时间就来到这个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一个小钟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赞助一下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说不定我们明天会再见 拜拜